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进行了第二章的讲解 我们从最开始的宏观环境分析开始学起的 讲的那个叫做PEST模型 宏观环境分析模型 相对来说难度不是很高 紧接着我们就讲了第二个 叫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我们把它分成了四个阶段 核心就是看你在不同的阶段 你应该重点去做什么内容 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那我们上一次课讲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我上次课提没提 这个模型是谁提出来的 其实我说过 这个模型依然是波特先生 Michael Porter先生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它是基于在一个时间流动的维度上去看 我的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产业五种竞争力 也把它叫做波特武力模型 仍然也是我们波特老爷爷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概念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都是要再去介绍它 所以你会发现波特武力模型有可能会讲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要认真听认真学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单选题多选题客观题主观题都有可能考察 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去好好学的 因为它会跟我们后续的一些知识会有一定的联系 好吧 那上次课讲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站在时间维度 我们今天讲的波特五种竞争力 实际上它是站在一种空间的维度 就假设你是一个企业 你在一个市场里面待着 你周边有好多好多小伙伴 当然我这个小伙伴这个词用的不太恰的 有的可能是好伙伴 有的可能是坏伙伴 有的是好心人 有的是坏心人 比如说刘生老师 对不对 你就看看这些好伙伴坏伙伴在你收边 对你产生最终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子 我们认为它有五种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存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导论的部分 说这个波特呢 在竞争战略当中提出说 在每一个产业当中都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 包括潜在的进入者 替代品 购买者 供应者 和现有产业的竞争者 这之间的抗衡 而在这一个产业当中 这五种力量 看清楚 共同决定了产业竞争的强度 以及我们的产业的利润率 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的竞争的大小 其实最终会影响我到底能不能赚钱 所以这个落脚点 它是一个利润率的概念 就是它会影响我 比如说会影响我的成本变高 会影响我的价格变低 最终导致我的利润会变得比较少 懂吗 所以五种竞争力最终其实带给我的影响 一个是竞争的强弱 一个是扎扎实实的 会削减我的利润 所以我一定要去研究研究这些的人 都是谁 挺讨厌的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张图 来 我们来看这张图 你们直接看25页的这个图就好了 我们把它这五种竞争力放在这张图当中 有人说老师你看这不是四个吗 这不是四个 中间其实还有一个 中间是跟你在同一个产业当中的一些其他的竞争对手 这当然也是一种竞争力量 好 除了中间的这一图之外 剩下的四周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 上边有潜在进入者 下边有替代品 左边有贡方或者供应商 右边是买方或者购买者 好 总共有五种竞争力 我再说一次 中间的这是一个 然后上下左右各一个 总共是五种竞争力 我们把这个波特武力模型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我们可以纵向和横向的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横向 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横向 我们看共方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说叫做共方的砍价的实力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假设我是一个产业或者我是一个企业 我的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特别强 他卖给我的东西他就是不押价 我再说一次 供应商卖给我的东西他就是不押价 那怎么办呢 我这东西你从别人那买不着 就我这能买得着 你要不要吧 你要不要你那个产品就稀烂 那这种情况下他会大大的提高我的成本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供应方的讨价和玩价能力 会抬高我自身的成本 好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如果购买方很强势 他会怎么说呢 便宜点卖给我 是吧 我说50我说不行25 他一直在压价压价压价 你要不卖给我那我走人了啊 反正货比三家之后 你们家最贵我去找别人家 所以买方他会缺少我的价格 你发现没有 这其实就已经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了 对吧 在波特武力当中 你看这两个啊 一个是购方一个是买方 就非常显著的是影响了我的利润 一个提高了我的成本 一个降低了我的价格 所以我们的供应商和购买方都挺讨厌的 好 那总之啊 横向实际上它围绕的都是溢价能力而言的 OK 横向上都是围绕溢价能力而言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纵向 纵向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来第一个叫潜在的进入者 什么叫潜在进入者呢 举个例子 你本来不是干这个活的 你现在看眼红了 你觉得我这个产业赚钱了 你也来干我这个活了 我们以手机公司为例 手机产业为例 比如说 假设我现在就是一个做手机的 你突然发现有一天谁来了呢 格力来了 有一天格力的人进来了 格力本来是做空调的 好好的 现在开始做手机了 跟华为啊 小米啊 抢占市场了 这种就是一种典型的叫做潜在的进入者 他的这个行为叫什么呢 叫抢饭碗的行为 叫做抢饭碗的行为 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啊 格力这个手机应该也就是在前几年 这个有过一点热度 这两年这手机没做下去啊 所以抢饭碗抢失败了呗 所以你看这就是你本来干的不是这头活 你呢非得进来干这个事 对吧 你老老实实的 你非得来我这抢饭碗 所以这就是格力进入手机行业那个典型的例子 它我们就把它叫做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好 那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咱们自己行业里面人的内斗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做内斗 行业里面自己的玩法 我们就把它叫做内斗 这个典型的小米 OPPO 这些都是吧 对吧 都是做手机的 产业之间的竞争 好 最后一个叫替代品 这个替代品其实就是替代 这个很简单 什么叫替代品呢 比如说 比如说手机有没有替代品 有 比如说有些手表 它具有这种手机的替代的功能 比如说苹果手机iWatch 对吧 它可以打电话 也可以接听电话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它具备了一定的手机的能力 包括现在小孩子们 这个使用的那个叫什么呢 小天才电话手表 那个东西也很厉害 是不是 还能够定位 对吧 还能够聊天 还能够发语音 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替代了一定程度上的我们的手机 但是这是一种例子 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原来可能大家都知道有飞机 以及有绿皮火车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什么呢 后来又出现了高铁 那高铁从某种意义上速度很快 而且很舒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会发现它替代了飞机的作用 我从北京到上海 我可以坐飞机 我也可以坐高铁 对吧 你要讲求速度 你看你要讲求速度 你看起来好像坐的是飞机 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吧 你可能坐高铁可能更快一些 对吧 因为坐飞机前后的时间 包括机场的距离这些都很远的 所以你看这种叫做替代品的意思 所以我们总共这五种竞争力 我们先对它有一个简单的印象 那么接下来 请大家翻到你们讲义当中的二百 不是二百 这个二十六页 我把刚才的这几种五种竞争力的模型的拆解 给大家其实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 有一些内容我刚才没强调的 我再提示大家一下 我们说首先从横向上来看 有两个竞争力的来源 一个是供应商 一个是购买者 它们影响我们产业竞争力的 包括我们产业利润的核心 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过掉 我们重点来看看 在纵向这个角度 实际上有三个 潜在进入者 产业的对手 和我们的替代品 这三个类型 它们围绕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在做产品的竞争 第一个先看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格力去生产手机这件事 叫做什么呢 叫做抢饭碗 这个例子我们刚刚说过了 我们不再解释 请大家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再例如 有一个再例如 说A公司是高端白酒业的龙头企业 如果以中低白酒业为主的一个酒企 它也开始转型了 我们认为它仍然属于潜在进入者 老师你是不是讲错了 这不都是干白酒的吗 只不过一个是高端的 一个是中低端的 这怎么能叫抢饭碗呢 注意啊 我们在这个模型当中 我们讲波特五种竞争力 它是一种产业环境分析的模型工具 对不对 它这个产业这个词 它本身就很大 如果我们是围绕这个特别大的产业 去讲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发现它其实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个 你到底是不是来抢饭碗的时候 我们往往看的都是 你抢的是不是我一个细分产业 听明白了吗 我如果是做白酒的 而且题目当中已经告诉你 我就是做高端白酒的 也就是意味着 我做的这个细分产业就是高端白酒 那你现在那些做中低端的酒的人 也开来时抢我的饭碗了 好 不好意思 我也认为你是属于潜在的进入者 这叫体会出题人的意图 明白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考试的时候 题目已经明确的 给你区分了 一个叫高端白酒业 一个叫中低端白酒业 也就是意味着 那个初题人就想告诉你 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或者说两个不同的细分行业 那么我们就不要依靠常识去判断 你认为说 只要是酒 这就是同一个行业的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 你是一个做白酒的公司 人家平时做皮油公司 现在也来做白酒的 你告诉我 这算不算我们的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当然算 所以要体会出题人的意图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点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就是产业内的现有产业的竞争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内斗 好 刚才小米的例子和华为的例子我不说了 我们接着看这个再例如 承接我们刚才的例子 A B两家公司它俩都是生产高端白酒的 这就没跑了 这一定是属于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白热化的竞争 就是你干啥我也是干啥的 这第二个比较简单 第三个 叫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通俗来说 我们说 不是本行业的产品 影响了我们本行业的产品的竞争地位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飞机和高铁 智能手表和手机 对吧 包括这个电子书和纸质书 Kindle的电子书和纸质书 对吧 好 这些例子都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再例如承上例 A企业生产的是白酒 C企业生产的是红酒 这两者也可以把它认之为 是作为一种替代的威胁 毕竟高端白酒和中低端白酒 都已经不是同一个产业了 所以你现在有不同的产品出来了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听明白我意思吗 当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界限好像没那么清晰 怎么办 都写 我们说战略这个学科当中 很多地方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不是说你只能放到A 不能放到C 不是的 如果你判断下来这是替代威胁 更典型的替代威胁 就放到替代品替代威胁当中 如果你觉得它更像是前代进入者进入威胁 你就把它放到那 如果你都拿不准 你就在两个地方都写就可以了 两个地方都分析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纠结 好 那总结来看我们纵向上维度上的三个 一个是我们的前代进入者 一个是现有企业 一个是替代品 他们核心围绕的都是替代威胁 再去讨论问题 只不过呢 实际上这里面既有直接替代品 又有间接替代品 两种类型 什么意思来 我们来想最后一个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这个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我举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飞机和高铁 电子书和纸质书 智能手表和手机 他们叫做间接替代品 就是形式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能够满足相同的功能 但是你发现前面的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和我们现有产业内企业的竞争 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之间的竞争 围绕这个产品 实际上是直接替代品 什么叫直接替代品来着 就是手机手机 苹果手机华为手机 哪怕你隔离来了 你生产的也是手机 跟我小米是直接替代品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前两个的替代品 都是围绕着我们的直接替代品的 但是这里的替代品 讲求的实际上是间接替代品 能跟上吗 这里边逻辑上大家要很清楚 它不是男的东西 你只要逻辑上想清楚就可以了 前两个是直接替代 你拿手机的想例子是最简单的 这个是间接替代了手机的功能 形式上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是能满足相同的功能诉求 明白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上一次课在讲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说过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之所以叫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波特认为产品是可以代替一个行业的 代替一个产业的 而那里的那个这个产品 都是一些直接替代品 但是到了波特武力模型这当中 这里这个替代品就变成了间接替代品了 OK了 好了这两个概念 慢慢慢慢你就会更有感觉 因为我们待会还会具体去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来分析 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考点 波特武力模型它考哪都可以考 不是说波特武力模型 整个一个卷子只能考一道题 波特武力模型可以到两到三道题都是OK的 首先来看第一个 叫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我们的学习思路是 首先它能带来什么威胁呢 我总结了八个字不用背 叫瓜分份额激发竞争 很好理解 本来我这个池塘子里面只有五条鱼 大家和和气气 对吧你都认识我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会认识 突然跳进来一条鱼 你告诉我 这一条鱼能干什么 是不是跟他们抢水喝 抢空间油 以及激发了竞争 是吧 这个水池池就开始混乱了 这就是典型的 你来了一个人嘛 来了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 所以瓜分了份额激发了竞争 OK所以这个非常简单 那它会减少我们现有场上的利润 第一个瓜分份额 第二个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集中度激发了竞争 这个不用仔细的去看 往下走 第二个问题 好了前代进入者进来之后 我们怎么去应对它呢 难道我们就干巴巴的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进来吗 还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不进来吗 关键词叫做四个字 叫做进入障碍 你就拿中文理解去这个意思啊 你要进入障碍越高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鱼它跳不进来 你想里越龙门 我这龙门巴掌多高 你怎么飞进来 你飞不进来 那这种情况下 我的替代 我的潜在进入者进入威胁 是不是就小一些了 所以进入障碍 是我们去应对潜在进入者威胁 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研究 这个进入障碍到底是个啥啊 说这个进入威胁大小取决于 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进入障碍 以及准备进入者可能遇到的 现有在位者的反击 你发现没有 它有两重含义啊 第一重含义就是 你那个鱼的池塘 那个周围 那个边到底有多高 以及你想跳进来 可以 我里面有一只大鱼可厉害了 你一进来 我给你顶出去 给你顶飞了 我反击你 你刚进来我就给你顶出去 哎我好厉害好厉害的 对不对 总之这两种形式下 我们都把它叫做进入障碍 只不过前边那个 我的池塘里的更高 我把它叫做结构性障碍 后边那个 你一来我拿嘴给你顶出去 我叫做行为性障碍 这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个叫结构性的 一个叫行为性的 那么进入障碍是指 那些允许现有企业赚取正的经济利润 却使得产业的新进入者无力可图的因素 所以你进不来嘛 你就图不倒立了 我再换一个例子来给你形象的比喻一下 这个结构性障碍呢 就很像是什么呢 就很像是一个城墙 你要想进我这个城来 你得跨入我这个城墙才行 它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因素 而行为性障碍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个城里的士兵 你想进来我插插你 对吧 你想进来我就插插你 你敢不敢进 就这意思 所以一个是城墙 一个是站在城墙里边的士兵 好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 来 大家说门槛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门槛 有个人说门槛和门神也行 也是个不错的例子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叫结构性障碍 是产业资深的一些特性 客观因素所带来的 好 记住啊 我刚刚举的例子 它是一个城墙的概念 我们把结构性障碍分成不同的类型 一个呢 是按照波特的理论去划分的 叫做波特的七分法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教材所收录的 虽然我们说整个波特武林模型 是波特老爷爷提出的理论 但是他也依然收录另外一个人 所提出来的结构性障碍的分类 这个人叫贝恩 这个贝恩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管理学家 他现在所成立的一家公司 叫贝恩的管理咨询公司 叫贝恩 也是这个前三名top3的咨询公司 叫贝恩 贝恩呢 他把我们的结构性障碍分成了四类 就是我们待会儿这还有一个 四 所以我这一页就只剩下三个 那虽然这套理论是波特提出来的 但是在我们教材当中呢 我们却认为这个更重要 贝恩的这个考察的频率更高一些 但毕竟波特老爷提出的理论 我们稍微看看他 波特老爷说 说有这几个因素可以形成我们的结构性障碍 比如说规模经济 产品的差异 资金的需求 转换的成本 分销的渠道 其他优势和政府的政策 又不用背呢 不用背 我简单来举例子 规模经济我先不举 因为待会儿有个重复的 比如说资金需求 什么叫资金需求呢 我是做重工业企业的 你要想进入我这个地方 你作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 你要想进来 不好意思 你先花他五个亿 把厂房构建起来 把设备构建起来 你有没有钱 没钱呢 你就别玩 所以你要想进来 不好意思 你想进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 重资金需求 你有钱吗 你没钱进来干啥呢 所以你也别来玩 好 我再举个例子 什么叫转换成本 比如说 转换成本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所生产的这个产品 用户一旦用了 消费者一旦用了 他就离不开了 你非得过来跟我抢 对吧 你也做手机 比如说我是苹果手机 我做的是苹果手机 苹果用户用了我这个产品之后 他非常熟悉iOS的系统 甚至他的手机电脑 这些都是绑定的 都是连通的 你进来也要想做手机 对吧 好了行你做手机吧 但是他说我要研发一个 新的手机的操作系统 我做安卓 我做不拉不拉不拉 我做鸿蒙系统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你进来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消费者会用吗 可能会用可能不会用 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 有着比较大的转换成本 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 你转去做用安卓的手机 你会发现我连相册 可能倒的都费劲 我的手机电话号码倒的费劲 是吧 我连那个插线的头都用不了了 这都是浪费了呗 所以你看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说 用户他会接受你吗 你生产出来的东西看起来跟我一样 但是在具体的使用上 又跟我不一样的时候 消费者能接受你吗 如果接受不了 你就别进来了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 转换成本比较高 好 再比如说分销渠道 你要想做饮料 你要想卖矿泉水 好 你来吧 我所有地方我都给你抢占了 所有的分销渠道 我跟他说 只能卖我这个品牌的矿泉水 你的品牌都进不来 比如说哇哈哈 我这个例子是假的 假如说哇哈哈它做的特别的垄断 所有的便利店只能卖我哇哈哈 这一家品牌的矿泉水 其他品牌的矿泉水都不可以进来 那请问你要是作为一个潜在进入者 想要做矿泉水的话 你有渠道吗 你连卖的地方都没有 那怎么办 你就不会进来了 所以这几个例子啊 也就是意味着 你看在位的这个企业 行业内已经存在这个企业 它具有某一些的优势 但是对于新进入者来说 它没有这个优势 那它进来的门槛就比较高 它可能就不进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贝恩的四分法 实际上跟上边的 是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概念 叫做规模经济 我括号括了一个叫做成本优势 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的词汇 简单来说 什么叫规模经济呢 就是随着你的产量的不断升高 你的生产的成本会逐渐的下降 尤其我们说指的是我们的固定成本 也就是单位固定成本会逐渐下降 这就形成了一种规模经济 什么意思 也就是意味着 我是作为在位企业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了 我的规模很大 我已经把我的成本做到很低了 不好意思 你一个小毛小子想进来我这个行业来做 你有规模吗 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你的成本有优势吗 你如果没有成本优势 你敢降价吗 你敢跟我玩吗 你如果玩不起就请滚蛋 就这意思 所以规模经济讲的就是 我作为在位企业 我是有成本优势的 但是你想开始从零开始做 不好意思 你并不具备这样的成本优势 听明白了吗 好 第二个 叫做现有企业对于关键资源的控制 说白了 这是一种资源的优势 还是那句话 我已经把地盘站住了 这行业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资源 你想进来抢 门都没有 好 这个资源可以包括什么 比如说资金 我有钱 我的资金很充足 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有的专利技术 我有 你没有 原材料的供应全都给我供货 你进来找谁供货 没有 分销渠道全都被我占住了 你找谁 以及学习曲线等等 什么叫学习曲线 我们待会会有个便携 你先大概听一下 学习曲线跟规模经济这个词非常类似 学习曲线是指我的经验不断的丰富 当我这个事做的时间久了之后 我的成本能够降低 你看 这个是啥 这个是产量不断上升 成本下降 学习曲线 是我学习的经验更丰富了 我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 我比较爱举的例子就是 前面这个叫傻白甜 后面这个叫智慧女神 这个是干苦力的 通过做苦力降低成本 这个是通过动脑子降低成本 所以如果我对这个行业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我已经能够把我的成本降到很低水平的时候 就代表着我具有非常良好的许习曲线的效应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 现有企业对于关键资源如果控制住了 你对外面的人来说 你抢不过我这些资源的 好 第三个 第三个 叫做市场优势 请注意 市场优势 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它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市场优势这个词听起来好大 因为一说市场这个二字 你们就觉得这个概念很大 对不对 但不好意思 在我们这本书当中 我们的市场优势 仅仅指的就是品牌优势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很久了 一说到车大家就知道你 对吧 一说到车大家就知道你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你一个新的矛头小子进来 你没有品牌优势啊 人家是会买你的东西吗 不会 比如说我们一提到汽车行业 我们可能就会去说 说什么呢 说BBA是什么 听过吗 一说汽车行业 我们就说BBA 奔驰 宝马 奥迪 这是豪华汽车 准确来说 豪华汽车 奔驰宝马 奥迪 我们一说它就是这个 对吧 好我们一说这个中国手机 至少比如说有华为 我写华为 还有OV 什么叫OV啊 OPPO Vivo 对吧 你看你一提到的中国手机品牌 你就会想到这些 所以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久了 说白了 你就已经具有了我们所谓的品牌优势 所以小企业 你想进来 你从外边来的人 你很难去获得这个优势 你可能就会知难而退了 所以这是第三个 叫做市场的优势 还有 行还有小米 不好意思 小米来来来 给你们写上小米 小米 好了 诺基亚就算了 我说的是中国品牌 好 第四个 叫政策优势 叫政策优势 政策优势是我们教材这个地方写的 其实一直都不是很明确 它把政策优势包含在了市场优势当中 但今年我把它给拆开了 以免大家凌乱 说政府的政策 法规和法令 都会在某些产业当中 限制一些新的加入者 或者是清除一些不合格的经营者 为在位的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啥意思啊 比如说你想做幼儿园 你想想看 你想去开一家幼儿园 或者说外面的人想去开一家幼儿园 那么简单吗 开一家幼儿园 那要做的这种措施啊 手续那可丰富了 那可麻烦了 对不对 或者说你想做一家食品企业 你想开一个火锅店 那这对于你的食品安全的要求可高了 你能达标吗 你能做好消防吗 你能做好保证你的供应食品的质量吗 等等等等 你发现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想想看 行吧 你呀这个证也有 那个证也齐全 又有这个许可 又有那个许可的 我要想现办下来 我又得经过半年的时间 算了吧我不去做你这个行业了 所以这就叫做我们的政策优势 听懂了吗 所以啊我们总共是四个 给大家说清楚了 一个是规模经济 一个叫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控制 一个是市场优势 一个是政策优势 你看我没有把它标黄啊 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呢 它不会考你的背诵 但是你对这些字词 你得有印象 你得理解到 好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概念 我们说过待会要去区分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学习曲线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经验曲线 其实这个名字就已经说清楚了 它的含义了 这是智慧女神是吧 通过学习 通过积累经验去降低成本 而规模经济就是蛮干的 傻白甜的 对吧 就是通过量来产生这个成本的下降 所以在概念上 我再不去重复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 有一个联系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说一下 你会发现 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往往可能是同时在发生的 而且它俩是交叉的去影响 我们产品成本的下降水平 我请问你 最开始产生的应该是 学习曲线还是规模经济 我这个机器一运转 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 开始干活了 刚开始肯定先是产生 规模经济 对不对 量大了成本低了 量大了 你说白了 你的经验也丰富了 对不对 好了 又会产生一些学习曲线了 好 假设有了新技术 或者要开发新产品的时候 又开始要进入到 我们的规模经济的阶段 然后你又熟练了 又变成了学习曲线 所以你会发现它俩是交叉的 去影响我们产品成本的下降 OK吗 好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这个 它们两个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在特定行业当中存在反向关系 什么意思 千万不要认为说 学习曲线高的 规模经济一定高 或者是学习曲线第一的规模经济一定高 它俩不存在必然的正向或反向关系 这个是不定的 只不过在某一些行业当中 它俩你会发现是呈现反向关系的 我们教材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是在旅贯的制造行业当中 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秘籍 就是投钱的 然后呢 重设备的 对吧 这种情况下 需要什么学习曲线吗 需要什么经验积累吗 那都是靠那机器冷奔命的干活就可以了吧 纯靠量堆的吧 所以它的学习曲线其实很小 但是规模经济确实很大的 能理解吗 不需要动脑子 对吧 去这种公司 你也不需要你是个智慧女神 找个傻白田去就可以了 对吧 好 但是到第二个你发现 计算机软件开发 这是一个复杂劳动性的企业 是不是 它需要的是学习曲线大 但是规模经济小 你说 找一群傻白田去开发什么 Chat GPT 研究人工智能 是吧 研究芯片可能吗 不可能 必须得是智慧女神 所以在这种产业当中 必须得要学习曲线大 但是规模经济 项目来说是比较小的 所以记住 他俩在特定行业存在反向变动关系 但是并不必然意味着 他俩一定存在什么正向反向 不是的 听懂了 OK 好的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结构性障碍 我们说你是城墙 对吧 你想进来 我城墙只要垒得足够高 你就进不来 但第二类就是我们所说的士兵 好 注意啊 我们这个士兵又分两类人 又分两类人 一类人拿着盾 一类人拿着毛 有一些是防守的 有一些是进攻的 所以有的人拿着毛 有的人拿着盾 首先我们来看 这些拿着盾的人 也就是做防守的人 在这第一批 他们所采用的措施叫什么 叫限制进入定价 你进来是吧 行 你进来吧 跟我玩是吧 行 跟我玩吧 我降价 我逼死你 我本来卖100块钱 你一进来 我卖50 你发现他的成本可能都80了 你能跟我拼得过这个价格优势吗 我成本只要30啊 为什么呢 我有规模经济啊 你要想进来咱俩就玩价格战 我弄死你 是这意思吧 所以你看他就是试图通过低价来告诉进入者 我自己是低成本的 你要想进来 你无力可图 所以注意啊 我们的限制进入定价 是我主动的去实施这个定 实施这个降价 然后告诉你 你想跟我玩 门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 叫做进入对方领域 你看刚才是盾的 现在还有一群人拿着毛的 这是一种报复行为 后面这个解释 你不用管他 什么什么抵消采取行动 总之就是你要想进来行 你不是格力吗 你不是做空调的吗 我现在我去做空调去 你来做手机 那我去做空调 是不是啊 咱俩就对钢 所以我叫进入对方领域 就是拿东西插你 就这意思 所以啊 在分类上 大家脑子里面能搞清楚吗 能搞清楚吗 总共哈 我们的结构性障碍 两大类 说错了 我们的进入障碍 总共两大类 一个是结构性的 一个是行为性的 结构性的 有两种不同的分离方式 一个是波特老爷爷的 一个是贝恩的 波特七分法 和贝恩斯分法 好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行为性障碍 又分成两个 有一类是拿着毛的 有一类是拿着钝的 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去做 所以这个层次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初学者可能会有点乱 但实际上还蛮简单的 这个层次想清楚了 这个地方没那么难 好了 来 规模经济这个词呢 之前很多同学一直在问 老师这个规模经济是啥意思呢 你会发现 规模经济这个词 大家现在有点 这个被用的有点乱大街了 就是它的严格定义 确实就是发生在生产过程当中的 量大成本低 量大成本低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词啊 已经被广泛应用 它也可以用于在销售环节 我们直接看这儿实际上 实际上呢 它存在于我们企业经理的各个环节当中 比如说 对于一个销售门店而来而言 它的固定成本 比如说包括房租 员工的工资 如果某一天 某一个员工他只卖出了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固定成本 就会规矩于在这个产品当中 但如果他能卖两个产品 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固定成本 就可以分摊在两个不同的产品当中 对吧 从而使得我们单位产品 所分摊到的这个成本是下降的 从而也就产生了规模经济 所以规模经济这个词 在我们的这个战略当中呢 大家也不要非得把它狭隘的理解成 说只要是非得是生产 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啊 如果通过规模的优势 实现了成本的优势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种规模经济 就可以了 不要太教条的去理解这个词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含义 来吧 看到题目 2-5 2017年的单项选择题 这题不难 20世纪90年代 光美公司在国内推出了微波路产品 目前光美公司已经建成覆盖网络的营销网络 包括电商平台 数以千计的超市专门柜和实体店 以及十几个仓储物流中心 近年来呢 不少企业试图进入这个微波路行业 都没有能成功 请问光美公司给前来进入者设置的障碍是什么 选什么 选什么 非常好 选择的是A选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核心的点在哪 它已经建成了这么多的分销网络 然后这个包括 这其实是不是就在解释它的网络 这个分销网络 刚才同学已经说出来了 这个分销网络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来着 就是一种分销渠道 对吧 在波特七分法当中 是不是专门有分销渠道这个词 在贝恩四分法当中 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个是分销渠道这个词 诶 这干嘛画不上去 也有一个分销渠道这个词 对吧 所以这道题很明显的 这两个词都可以对应分销渠道 所以答案选的是A选项 这个题你发现有一个问题没有 这是真题啊 你看 教材认为波特无力模型是产业环境分析工具 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分析公司的 但是真题命题老师 他也认为 你看光美公司给前代进入者设置的进入威胁 进入障碍 你看他也可以用在某一个企业身上 所以咱们就不用教条了 这其实就只是因为我们教材这个分类呢 本身就不是特别的严谨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铸块的教材当中是这么分的 别的企业 别的国家在这个战略教材当中 它其实不会去把这个波特无力模型 非得归入到一个产业环境分析工具当中 就是我们这边这么分 所以这样的命题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懂了吗 这个不是出题老师的错 这个是写书的时候 它的逻辑其实不是很干净 听明白啊 好 行为性障碍是什么来着 是主动的攻击的这种感觉 对吧 有两种 一个是进入对方领域 一个是限制进入定价 对吧 好 C选项为什么不对啊 老师 为什么不是市场优势啊 我说市场优势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是品牌 有品牌两个字吗 你看 很初学者看到市场优势 老师这个营销网络很大呀 代表这个企业的市场很大呀 所以它是市场优势啊 哎哎哎 那我上课的时候说 说品牌俩都是逗你玩呢 我告诉你了 这个市场二字就等于品牌 不是别的意思 自己不要瞎想啊 好 规模经济说了吗 没说 规模经济的典型得提到成本 两个字有吗 没有 所以这题只能选择A选项 能听明白吗 好了 你注意啊 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在我们的案例当中 无论是客观题还是单选题当中 它特别喜欢用的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呢 叫做拥有 只不过呀 只不过呀 我们这道题没这么说 它叫做 我已经建成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的 全国的营销网络 那不就代表我拥有这么些个营销网络吗 如果能够叫做拥有的话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现有企业对于关键资源的控制 听明白了哈 好 这是我们的2-5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叫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替代品的替代威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首先第一个 什么是替代品 以及什么是替代威胁 其实刚才我上课的时候呢 在最开始前沿的部分呢 我也基本上交代过了 一个是直接替代 一个是间接替代 直接替代就是我们说的 苹果计算机和微软计算机 小米手机 华为手机 就是一种产品直接取代了另外一种产品 而第二种间接替代品呢 它是指的起相同作用 但形式上不一定是一样的 好 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举了一个例子 说人工的合成纤维 它可以取代一些天然的布料 你看这显然不是一个 直接跟另外一个特别竞争的关系 对不对 这其实两个不同的东西嘛 只不过功能最终 或者作用最终可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是波特武力模型当中的替代品 指的就是间接替代品的意思 好 这是第一个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好 这里有一个小的提示 说这个替代威胁 并不一定意味着新产品对于老产品的最终取代 它是可以怎么样 它是可以共存的 飞机高铁就是可以共存的 并不是说因为有着出现了高铁 飞机就不存在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替代品即使出现了 也可能是存在共存关系的 好 这里边有一个关于替代品的案例分析 这个点 我觉得现在给大家去讲的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简单看看 等到我们学完这本书之后 你再去理解的时候 你会容易一些 首先 关于替代品 其实我们主观题和客观题也经常会考 但是之所以我要写这样的一个体系高手 就是因为过往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经常分布出来 这到底是不是属于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因为回想我们刚才在讲最开始那张图的时候 你记得啊 来集中性一点 我们刚才讲纵向的时候 我们是说它其实都是在围绕着 产品的替代威胁去讲的 只不过最后那一个替代品 它围绕的是间接替代品 但是上边的前代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以及现有产业内企业的竞争 都是围绕着直接替代品去讨论的 对吧 但是大家就很不容易分清楚 这到底哪个是直接替代品 哪个是这个间接替代品 大家就去学懵了 我们给大家一些些技巧 第一类 严格满足间接替代品的定义 形式不一样 功能一样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判断难度 高铁飞机 人工合成的和天人的 这个没有任何些难度 这个过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界限是相对模糊的 形式貌似是一样的 功能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结合题目的暗示 需要去结合题目的暗示 来进行判断 好我们来看举例子 第一个案例的分析对象是 某公司所在的高端白酒 你看 刚刚他们说过 高端白酒的竞争优势 这一个问题的提问方式 也就是作为命题人 他就认定了高端白酒业 它是一个单独的细分的行业 或者是叫做细分的产业 所以作为我们考生 我们不能认为 只要是酒就是同一行业 这是你自己的武断 你不能这么认为 懂了吗 我也不能认为是所有的酒 都是直接替代病 这是不行的 好 如果案例表述的是 高端白酒 如今开始进口 开始这个受到 进口红酒的冲突 越来越多的商务宴请 开始喝红酒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一种典型的替代威胁 如果是直接替代的威胁 是什么呢 那个也是高端白酒 对不对 现在我说的不是高端白酒 我现在说是个进口的红酒 替代品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种替代的威胁 懂吧 这是一种表现形式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案例 分析对象是 国内调味品生企业 面对的竞争压力 好 其中案例当中说 随着人们对于保健和养生食品需求的增加 具有美味和营养的综合性的调料品 层出不穷 对于传统的调味品 形成了部分的替代 请看啊 一个是说 这个 调味品 对吧 正常的调味品 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些综合型的调味品 层出不穷 对于什么呢 对于传统的调味品 形成了部分替代 我请问这是属于替代威胁吗 大家一看 传统的和综合的调味品 这不都是调味品吗 这是属于替代威胁吗 属不属呀 你看啊 它看似是我们的直接替代品 对吧 但你看清楚了 初替人的意图 它写的是什么 它写的是 对传统的调味品形成了部分替代 它想跟你提示的是什么 它想告诉你的就是 我这就属于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它就是替代威胁 懂吧 你就别去想 这到底是间接替代品啊 直接替代品 这个概念 你可以模糊一点吗 因为原文就已经出现了替代二字了 你就别去纠结了 你听明白了吗 这么强烈的暗示 你不能忽视它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举例 好 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思考 说题目当中为何要去强调国内调味品 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画了一个圈圈 国内调味品生产企业 假设现在我如果有海外调味品 通过收购我们国内的老品牌进入到了中国市场 请问这是属于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呢 还是属于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呢 来你们告诉我答案 你们告诉我答案 我原本是国内的调味品 对吧 我在这做 然后现在又来了一个海外的调味品 收购了我们的老品牌 进入到了我们的中国市场 它更接近于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呢 还是更加接近于产业内的现有企业的竞争呢 非常好 大家已经慢慢找到这个感觉了 它更接近于我们的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之所以强调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 就是说你来抢饭碗了 你一个老外来抢饭碗了 这就是一种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但是你说严格意义上 能不能是属于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呢 你说它完全不是吧 又好像有点是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真的害怕 你真的害怕 你就都写上 没关系 无所谓 听懂了吗 你们说过了吧 主观题的话多写是不扣分的 如果你很笃定 那么它就是属于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就完了 听说了 这个地方多多少少 界限其实是没有那么清晰的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无论两可的地方 没关系 你也不用去太去纠结这个事情 考试的时候不会这么严丝合缝的 考着大家这个辩析 这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 拿不准就都写 所以 咱们的战略的主观题好就好在 写多了不扣分 所以你不用害怕 写多了其实就代表你写错了 有某种意义上 你知道吧 那也不扣分 好 比如说比审计还抽象 这怎么可能比审计抽象 你们是都做过审计那个活吗 这晚上都讲的不都是你平常买东西的感觉吗 是吧 不抽象 来吧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 怎么去衡量替代的威胁 这个不重要 说老产品能否被新产品替代 或者是新产品能否被老产品替代 主要取决两种产品的性能和价格的比较 实际上 叫做价值等于功能处于成本 这个不用理谈 用咱们大白话说就是性价比 有一个老产品 如果新产品出来之后 性价比是更高的 我就会去选择新产品了呗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性能和价格之间的比较 就完事了 所以怎么去衡量 性价比去衡量 就结束了 直接过这个简单 第三个 那怎么去抵御这种替代品的威胁呢 也就是怎么去应对它呢 首先老产品和新产品处于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 所以提高老产品和新产品的价值是不同的 老产品嘛 按照我们上一次课所讲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它往往是处在什么呀 可能是处于在成熟期 甚至可能在衰退期 但新产品可不一样 新产品往往处于在的是导入期或者是成长期 因此你会发现不同的产品 我要想提升它的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 第二个 对于老产品来说 也就是要被替代的那个人来说 当替代产品的威胁日益严重的时候 老产品往往已经处于成熟期或者衰退期 此时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的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 停 你告诉我这种话 学没学过 产品的设计生产标准化程度比较高 技术也已经比较相当成熟了 这是不是就是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理念 对吧 标准化程度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吧 这其实就是波特的理论 内部是存在逻辑关系的 好 因此你通过这些手段 通过改进技术 很难实现了 通过改变生产很难实现了 你能做的是什么 降价降成本 你把价格做下来 你把成本做下来 其实就是为了干嘛 就是为了提升你这个老产品的性价比 对吧 所以我们的教材当中 主要跟大家探讨的 就是关于替代品的替代威胁当中的那个老产品 我应该怎么去做 就是降低价格降低成本 为什么不讨论新产品呢 因为新产品啊 新产品是替代产品 你懂吗 新产品它的相对来说 它不会被那么多产品就立刻替代 那就说明你这个新产品研究的太刺了吧 刚出来就被替代了 对吧 所以我们重点研究的就是老产品应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替代威胁 听懂了 好 这就是第二个 接下来 第三个 供应者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个从理念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确实有一定的 这个从我们的考试角度来说 有一点点的小难度 给大家标一个星星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供应者和购买者讨价还能力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横向 那个图的横向 注意啊 这里我们其实把两个例都讲掉了啊 一个是购买者的一个是这个供应商的 这是两个例啊 好 那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其实它都是有双重身份的 对于其上游而言 它是购买者 对于其下游而言 它是供应者 所以讨价还价的双方 都力求在交易当中 为自己去获得更多的价值增值 所以你想我们最开始给大家讲的那张图的时候 我们说 供应商如果卖给我的说卖的很贵 我的成本就会很高 购买者非要跟我砍价 我的价格就很低 我的收入就变少了 最终我的利润就变薄了 对吧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希望自身的那个价值来的环节 获取的价值增值是最大的 对吧 这就是讨价还能力的一个结果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表哥 那么购买者或供应者 他们的讨价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他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实力 我们也把它叫做四化水平 来吧 我们一个人来看 第一个 我给他起个名字 叫做集中化 什么叫集中化呢 指的是买方或卖方的集中程度 或者是业务量的大小 来 什么叫做集中程度 什么叫集中程度 叫做 第一 个数是少的 比如说 就那么几家供应商 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就那么几家供应商 他们个数是很少的 但是同时你要注意 个数少 占比高 行业里边的供应商就那么几家 他们几家已经占据了整个供应市场了 请问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是不是很大呀 对吧 当然大呀 你就只能从这个大哥二哥三哥这里买 你从那别的那买的都是破东西 所以你只能从他那买 那么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很大 或者我们直接这么来讲 业务量的大小 你们所有的这些小弟们 都是从我这进货的 所以我这业务量很大 对吧 我的讨价还能力也是很强的 所以既可以站在集中度的角度来说 也可以站在业务量的角度来说 这就好像什么 这就好像 如果你是批量采购的 你的议价能力是不是就高一些 对吧 我今年都买你好几万吨的东西了 你够便宜点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业务量越大 我的讨价还能力越强 你注意啊 这个点对于购买方来说是这样子的 对于供应者来说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只要某一方 你的集中程度 或者是你的业务量大小是大的 你的议价能力就高了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关于集中度这个点 大家很多从学在初学的时候 容易混淆 说集中度到底是人多呀 还是人少呀 注意我们是人少的意思 人少但是占比高的意思 来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五指手指头 你看起来是五个是吧 什么叫集中 这叫集中 本来是五个手指头 我一集中 是不是看起来就像一个手指头一样了 看起来像一个手指头 就变成一个点了 所以注意啊 集中度高 代表的是个数少的意思 代表的是个数少的意思 这个千万别混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当中的解释 说当购买者的购买力集中买得多 他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作为购买者 我批量采购你的东西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就高 好第二个 当少数几家公司控制着供应商集团 就是我刚刚说的 整个供应链上游就那么几家公司 就他们家的公司靠谱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就高 所以你看 供应商是很集中的 而且体量大 而购买者体量又小 而很零散 那么这种情况下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大 能理解吗 OK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叫差异化 具体来说 叫做产品差异化的程度 以及资产的专用性的程度 好 这个也简单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供应商的产品存在的差异 或者是说 你的资产专用化程度很高 溢价能力就比较强 就说白了 你呀 要想你的产品卖的更好 你只能用我给你提供的东西 只有我这儿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东西比别人都好 让你的性能更优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强 对吧 如果我的东西跟谁的 我跟我的东西跟其他三哥老王 张三东西都一样 我就没有意下能力的 但是如果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比别人要好 我的差异化程度更高的时候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就是高的 你看 如果我是标准的 跟别人没有差别 我是不是我的意下能力就弱了呀 所以 差异化程度越高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就越 高 能跟上啊 这是第二个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 叫做一体化 一体化这个词呢 大家现在啊 现在有点难理解 这个等到我们学完第三章 你再回头看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就更容易一些 来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画一个小的供应链 哈 共 产 销 常规是就是这样子的是吧 常规的就是这样子的 共产销 这个一体化指的是什么呢 你们就先想一个并购这么一件事 就是假如说我是供应商 我是卖零部件给生产商的 对吧 你看我是供应商 我要把我的零部件卖给生产商 但如果我现在自己啊 把我的生产商给并购下来了 我们这种情况下 你看我往这个链条的下又往前走 是往前走的啊 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它叫做前向一体化 我们把它叫做前向一体化 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 那我是不是就不愁卖了呀 本来我还愁呢 我东西卖给谁呀 是不是啊 我现在就不愁卖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不愁卖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说白了 我卖的都是自家人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就会变强 我不愁卖了呀 讨价还价能力变强 好 反之哈 我如果是销售商 或者我是购买者 我呢要去从生产那里的这个人 买东西回来 但是我一买东西 我就害怕他给我涨价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反向回来 把它给吃掉呢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天天跟我涨价 跟我涨价 你如果是我的人了 你产出来东西 你就是我的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就不需要去买了 我的议价能力也就增强了 好你看这个就不是沿着链条的 前面去走的 是沿着链条回头了 这个就把它叫做后向一体化 前向后向都是沿着产业链条的方向去走 如果沿着产业链条共产销去走的 就是前向 如果是逆过来走的 就是后向 听明白了吗 所以你看啊 其实很好记 假设我们一个链条当中就只有这三个角色 就只有共产销 你告诉我 假设只有三个的话 他还能往前走吗 他不能往前走了 到头了 所以他只能往回头走 所以我们就说 他是后向一体化的时候 他的讨价还价能力是更强的 而对于供应商呢 假设就这三个 你还能往前走吗 你往前只是撞墙了 你往前走不了 所以你只能往前走 所以这就是前向一体化 你先把它硬记住 等大家学到这个第三章的时候 你对于前后向一体化的概念 就会更加理解一些 OK吧 好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教材当中的例子 说这个购买者实行了部分后向一体化 或者是说存在后向一体化的现实威胁的时候 不用管这些词 总之就是我作为购买者 我能够实现后向一体化的时候 我的溢价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强 OK 好 比如说购买者自己生产一部分零部件 从而使得去有详尽的成本知识 对于他的谈判就很有帮助 你看本来我就是个销售渠道商 但是我现在把生产商购买进来了 说白了 你原来那些小把戏 那些小游戏 今天那些数据我都看得到了 你都是我儿子了 你的所有的数据我都看到了 那我就很清楚我的这些零部件 我的成本知识了 对不对 那我其实我还可以继续向上游去讨价还价 是不是 作为供应商你想骗我 门都没有 我现在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玩了什么臭把戏了 是不是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变强了 好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的供应者表现出前向一体化的威胁的时候 他也会提高我的讨价还价能力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天然牧场 我还有一个乳制品的企业 我就写乳企 你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是上游 一个是下游 对不对 注意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既可以这样去购买 我把你吃了 我也可以这样去购买 可不可以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自己想想看 是牧场更容易收购一家乳企呢 还是乳企更容易收购一家牧场呢 你评评看 你评评看 这个是更容易的吧 这个是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的吧 一般来说 乳企 重生产 对吧 资源投入的比较多 人力投入的比较多 那牧场那就是个草原 找几个农民伯伯 对吧 牧民看着就行了 它其实没有这么强的资金的这个能力 所以你的这个乳企 你去收购这个牧场是更容易一些的 但是你说你这个牧场去收购一个母企 这个乳企这个确实有点困难 是吧 大家说乳企是有资本的 所以原则上 我们正常来说 哪个方向都行 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的时候有一些方向上 其实是不好实现的 所以你看 如果我的这个乳企 我的 你看 我就是作为贡买者的角色 如果我是存在着 后向一体化的威胁的时候 我的讨价怀能就变强了 对吧 你以后给我进口奶的时候 你就不会要价那么贵了 都已经是我自家的奶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体化的概念 好 最后一个叫透明化 这个最简单 这个最简单 当你知道了你老公手里手机的所有的信息 所有的密码 所有的小秘密 来吧 大家谈一谈吧 你发现你就是一个谈判专家 是吧 你所有的砝码 都在我手上 你不叫砝码 这个你所有的小秘密都在我手上 我的谈判砝码就非常非常高 所以当你的透明度 当你的信息掌握程度越高的时候 你的讨价还价能力就是越强的 你别骗我 你骗不了我 就这一次 能理解吧 所以你看 当购买者充分了解需求 实际的市场价格 甚至是供应商等等的成本的时候 就是你想骗我门都没有 比如说苹果的一些供应商 苹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供应商 对吧 说白了 你能够给我生产零部件 那是你的荣耀 是不是 那是你的荣耀 因为对于这些小的一些元气现场上来说 我苹果是你最大的订单 体现了哪个 第一个 集中化呀 你看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作为客户 我是集中度高的 对吧 你的订单都服务于我一个人 或者我说我的业务量是最大的 你80%的量都是我来采购的 对吧 都是我苹果买的 所以你看 在那集中化的角度上来说 我的讨价还价能力是越强的 是个意思吧 好 但是你会发现 同时 由于我讨价还能力做这么强 所以 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你的报表的真实的数据 你告诉我成本我不信 我就要看你真实的数据 当我了解你的真实的数据之后 我也很慷慨 行 我不会让你吃亏 那我就会在你的成本基础上 加上一点点额外的差价 我让你去结算 OK可以 你看我很了解你 这种情况下 我对你的讨价还价能力也是越高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产业链内当中 这个地位的不一样 你会发现啊 就是不一样 是吧 好了 当然 其实拿苹果这个例子 我们还可以举这个 比如说差异化的程度 比如说 为什么苹果有很多的这个代工厂 你会发现它总是用那些加 比如说我们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个富士康 为什么富士康啊 因为富士康确实在它的供应能力上 它的交付水平上 包括员工的技术水平上 就是比别的代工厂要强 所以对于苹果而言 你会发现富士康是一个具有很强溢价能力的一个 谁啊 供应者 所以它的差异化做的比较好 就我的东西能让你满意 其他人做的东西让你满意不了 所以我富士康的溢价能力就强一些呗 所以你看 你站在不同的视角上 都可以去有一些分析出来 懂了吗 所以这四化水平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你会发现 集中化 差异化 以及最后的透明化 都是呈正比例关系的 比如说 集中化程度越高 溢价能力越强 无论你是购方还是买方 具体分析哈 差异化也是一样 无论你是购方还是买方 你的这个差异化 你的溢价能力就是越强的 只不过差异化这个通常是站在什么呢 站在这个购买 供应商的角度来去说 你作为消费者 你作为购买方有什么差异的呢 对吧 我只是供应你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供应方案 但是你说购买者 我的需求差异很大 这不对 所以刚刚有的问老师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去分析购买方 不去分析购买方 对对对 因为这个场景比较少 主要是站在购方角度去讨论的 OK 包括这个透明化也是 透明化程度越高 淘价怀能力越强 但是这个一体化可不是 这个一体化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图 如果你是购买方 后项一体化的时候 淘价怀能力越高 如果你是供应商 前项一体化的时候 淘价怀能力越高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私化水平 初学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困难 但是你等冷静 冷静 当你冷静思考之后 你会发现这知识 我不讲 其实你也会 都是生活的常识 我再说一次 我们战略当中 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们有极高门槛的 不知道的 这跟你们生活的常识是一样的 对吧 这就好像你平时去买个衣服 买三件的时候 你一定会说 哎呀我都买三件 你给我打个折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啊 业务量大的时候 你讨价怀念能变强了呀 只不过咱们把你生活当中的小技能给你提炼出来了 别跟我装你不知道啊 你都知道的 听到没有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吧